TELP 頻道通常會播出冰球的新聞 其實冰球的裝備都挺多 包得很大 包起來每個人都變得健碩 當然女生喜歡看 而且男生都覺得很新奇和很有趣 而且這種運動都非常受歡迎 不過在南方地區太熱 很少有機會可以打到冰球 可以跟大家推薦一下這個運動 可以令你在溫暖的南方 你也可以感受一下玩冰球的樂趣 一起看看 如果你想在南方都可以體驗打冰球的樂趣 去玩一下輪滑球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輪滑球的比賽規則和裝備都跟冰球類似 最明顯的區別就是選手穿著的是單排輪滑鞋 而不是冰刀 目前輪滑球運動已經在我國迅速得到發展 然後後續很帥 然後這樣子拍起來照片很好看 希望打得越來越好 然後親國家隊幫國家爭光 在元旦假期期間 由廣州市流冰協會主辦的2017 美洲師元旦杯輪滑球邀請賽 在廣州珠江職業技術學院火熱開賽 一共有來自全國各地的23支隊 參加了這一行全國最高水準的輪滑球比賽 今次比賽分為兒童組、康樂組、專業組 兼具趣味性和專業性 最終珠江學院隊 廣州Jahawks其福隊 分別獲得各組別的冠軍 然後剛好借助2022年那個北京冬奧會的契機 然後我們這個輪轉兵現在倡導 然後其實我們輪滑球跟冰球是相通的 然後作為冰球的一個輔助項目 然後希望能為中國的那個冰雪項目 連累了 連累了